求神与我们同在 求神让我们尽一个神儿女的身份 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敬拜神 自己唱诗歌很开心 我们也有这个社会的责任 透过我们的祷告 求神护卫我们的国家 护卫整个全地 我们所有人 现在都是遇见在一个疫情的里面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 突破困境的疫苗 或者免费施打 因为说你怎么能嚣张 我们当然没有什么疫苗给你打 但是我们希望透过神的话 来加强你生命中 那个属灵的抵抗力 甚至你可以对你在困境里面 产生一个不同的看法 产生一个不同的突破 愿神今天透过祂的信息 愿神透过祂自己的话语 来鼓励你跟我 愿神透过祂自己临到我们 弟兄姐妹我需要你来可慕主 不然我们的聚会 就是变成一个不断的演说而已 当我们一同可慕主的时候 神会在这个地方与我们同在 也会借着这个转播 在你的所在之处 无论你在你的家 甚至你在厨房 甚至你在厕所 甚至你在床上 神都会与你们同在 当神遇见了我们 当神祂充满了我们 当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才有可能 经历恩典的突破 愿神今天透过这个信息 来改变我们 在这段时间 疫情突如其来的 从五月到现在 我们已经进入到快到七月了 不断的三级一直沿在沿在沿 我知道很多的家长在家里快疯了 因为孩子每天跟他们在一起 我知道很多人现在 甚至可能他是经济上有窘迫了 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个疫情 突如其来的来搅扰了 甚至被限制住了 你有没有感觉一种束手无措 而且有点觉得坐以待毙的 一种感觉 好像如果再这样下去 好像很多人他就没有希望 甚至他会觉得 那我的未来在哪里 是不是你坐在一个地方 你在你的家里面 你常常在想接下来是什么 甚至有人现在可能已经 在面对他生命中非常大的挑战 我不知道你遇见什么 但是求主今天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疫情的冲击的底下 没有人可以逃离 我们也看到最近有 听说最新的病毒已经来到我们的国家 求主护卫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开始来祷告 主啊 愿你今天充满我们 愿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 愿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遇见你 不是遇见哪一个牧师 或者是哪一首诗歌 是透过这个牧师的信息 透过诗歌遇见你的同在 主啊 我们需要 主啊 我们在疫情里面需要你的同在 需要你的智慧 需要你的引导 需要你的恩典 主啊 当我们被困在一个困境里面的时候 主啊 我们向你呼求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愿你今天再次拯救我们 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要捆绑赤者所有恶者在我们的情感意志内 工作的所有的想法都离开我们 主 让我们今天单单的听见你的话 让我们单单听见你的 你对我们所吹的那口气 就是圣灵的工作 主 让我们活在你的同在里面 圣灵 我们欢迎你 击碎我们心中所有的恐惧 主也求助你继续保守我们国家 在现在三级的这种高压的这种限制底下 我们所有的百姓继续的在平安里面度日 主啊 特别为那些在困境里面的人 愿你拯救 你施行你的恩慈 你伸手救把他们 谢谢我主耶稣基督 谢谢我的父神 谢谢圣灵 我们再次把今天的信息带到你手中 愿你对我们说话 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 阿们 感谢主 愿神今天再次对你跟我说话 我们今天要分享三个很重要的 突破困境的疫苗 第一个叫做听见就做 别等到花儿也谢了 别等到花儿也谢了 好像不是这首歌 是这首歌 感谢主 随便 我现在在家里都一直在练一些流行歌 我满脑子的流行歌 求主赦免 第一个疫苗就是听见就做 听见什么 等一下我们会说 你不要等到那个花儿都谢了 然后你才在那边 这个心探说 哎呀怎么又错过这个机会 又没有做这个决定 第二个疫苗是什么 面对恐惧 然后跨出去才会有机会 我们必须面对恐惧 然后要勇敢的跨出去才会有机会 第三个疫苗是盘点资源 启动最小的可能性 你要盘点你身边的资源 然后在你的资源里面 你可以有一个最微小的启动 但是带出最巨大的胜利 我们今天会focus在两个人物上面 第一个是挪亚 第二个是亚伯拉罕 挪亚在创世纪第六章22节 跟我一起来读 如果你可以读的话 大声读神的话 神的话是大有全能的 你把它读出来 你会感觉你大声朗读出来的时候 你宣读出来的时候 那个神的话 那个生命力一定会充满你 好吧我们一起来读 挪亚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亚伯拉罕的故事 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 我们大声来读神的话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去 后面这段是 亚伯兰就照着 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这两个人 是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们常常引用的信心的伟人 一个是挪亚 一个是亚伯拉罕 他们都是他们生命的缺陷 挪亚是个酒鬼 亚伯拉罕是个孬种 是个渣男 他把他太太推去给 埃及王还有亚比米勒 他们都不是很完全的人 但是他们却又承载了 神完全的恩典 这就是我们的写照 他们为什么可以承载 神完全的恩典 因为他们听命 他们顺服 在这边这两个人 都有一样的个性 或者一样的一种生命特质 在创世纪第六章22节 他说神所吩咐他的 他都照样行 然后在创世纪12章1到4节 这边提到 神对亚伯兰说的 然后后面他说什么呢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话 吩咐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你生命中如果要突破 你生命中如果要一个大的突破 特别在这个景况里面 你被限制了 你忧愁了 或者你遇见什么 其实任何一个状况 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牢笼 无论是疫情 则是一个疾病 牢笼我们 或者你的经济牢笼我们 或者关系的破裂牢笼我们 或者自我形象牢笼我们 甚至可能连宗教的行为 都可以牢笼我们 但是唯有遵循神旨意 去遵循神吩咐 吩咐就是命令的人 他照着 他听见了 他就做了这样的人 他可以突破现况 他们有一个特质 挪亚跟亚伯兰都有一个特质 他们听见神的话 他们就去行了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如果是我们 我们会说 这个是真的还假的 我评估一下 这个可不可以 那个可不可以 这个我不擅长 我去问一下人 做这个会不会怎么样 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excuses 或者很多很多我们觉得 我们要去评估的事情 但是这两位老兄听到就错了 所以第一个疫苗 在白色那边你有看到 莫德纳VS 莫等待 我们这个叫做莫等待这个疫苗 超越莫等待 OK 你听见神的话 就不要再等待了 这是第一支疫苗 不用钱 拿去做什么 莫等待 不要再等待 你知道我看到很多基督徒 他就一直等 神已经在他生命中 显明了一件事 他就等 他不敢 他没有预备 他还没有什么搞清楚 求神帮助我们 我常常遇见一些的弟兄姐妹 他说 我有个计划 我就问他说 那你这个计划多久要实现 可能十年后 我就想说 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开始做呢 他说 因为我呢 我要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 拿到这个之后 我再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存到二笔钱 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拜托 如果你总是用这种等待的方式 想要完成上帝在你生命中的祝福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时候神已经为你开路了 我看到有些的弟兄姐妹 已经预备好了 神已经很明显 你很适合做这个事情 可是呢 要么我们就是浪费了恩典 要么我们就是等待 不要再等待了 今天有一支疫苗 叫做莫等待疫苗 你听见了神的话 你心里有平安 你就要去住下 可是有个前提 你要寻求神 聆听神 而寻求神 聆听神 他的关键在于 你平常要跟神很好的一个关系 我多讲一点点 你怎么听见神的声音 有四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个你一定要抄起来 抄起来 跟你朋友讲抄起来 第一个是 当你听到一个感动的时候 或者你感觉有一个意念进来 叫你做什么 或者你要做出一个意念的 一个决定的时候 这件事情有没有符合圣经的原则 比如说你感动 我感动 我要去 我要去 这个 揍 揍一个人 这绝对不是 从上帝而来的 因为我们是和平之子 这绝对不是 从上帝而来的 你要有一个感动 它符合圣经 第二个 它在你心中有平安 圣灵的带领 第三个 这已经亮两个灯了 第三个灯 所以我平常喜欢四个灯 四个灯 输个灯 非常好喝 不是 四个灯 这四个灯一定要亮绿灯 OK 第一个是要符合圣经 第二个 要在圣灵里面带出平安 第三个 是环境有印证 比如说 你说我要做这个事 但是环境都没有印证 你说我要成为一个宣教士 但是你心里说 我马上就要去一个地方去宣教 但是你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那边没有人邀请你 而且那边没有任何的关系 环境没有摆出来 有时候上帝会用环境很明显的告诉你要往这条路走 上帝会把一个门关起来 开另外一个门 上帝有时候把所有门关起来 可是他叫你等候 所以这三个灯如果都亮了 第一个神的话语 符合神的原则 第二个神的圣灵的感动在你里面有平安 第三个 环境有摆放出来 最后一个 我们很容易忽略的 就是你要去询问你教会的肢体 说我有一个感动是如此如此 你们觉得如何 他们会有感动说 我们也觉得很平安 比如说你有一件事说 我觉得我很想做这个事 或者我很想要做一个决定 你就跟你的弟兄们跟你的姐妹们说 因为我们是肢体的关系 当有一个肢体有感受 全身都会有感受 这是一个原则 比如说你今天的小拇指 你拿那个铁锤敲它一下 会不会只有小拇指痛 其他地方不会痛 如果你只有小拇指痛 其他地方不会痛 你就是僵尸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全身是健康的 你小拇指敲到 或者你有时候踢到 咔到咔咬 很痛 虽然是小小的一个小拇指 可是它可以牵动你全身 这是肢体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跟肢体说 我有个感动 我听见了 好像神要叫我做这个事 不要 我们在这边说 你听见就做 不是说你没有经过评估的 听见就做 你要去评估 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你要评估 是不是圣灵在你里面 带出的平安 你要评估环境有没有打开 最后一个灯 你要去问你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会说我们也 阿们 我们祝福你做这件事情 当你发现这四个灯 都亮着的时候 你就要勇敢去行 你不要去等候 千万不要等候 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故事过 我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是 我之前在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有一个project 那时候我在负责 然后我们遇见那个project的客户 非常的难搞 搞到我们所有处理他的前几个 我的前辈都不做了 他们觉得说 我不要再处理这个客户了 我的老板就找我说 你去处理这个客户 因为那时候还蛮菜的 然后我去处理那个客户之后 就发现说 他真的很难搞 你不管做什么 他都有意见 你做这个 他就要说另外一个 你往左 他就说你要往右 然后你一往右 他要说你干嘛往右 所以就是非常难搞的一个人 我那时候跟他 我在做这个project的第二天 我就决定 我也不想做了 我真的很生气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去想 主啊 我这样离开是正确的吗 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好好的去完成公司的目标 这符合圣经的这个原则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我们彰显我们一个神儿女的好机会 因为当时没有人要去服务这个客户了 在圣灵在我里面有没有感动 有 虽然我很想走 可是圣灵告诉我说 你应该挑战看看的 对不对 这么难搞的客户 你可以胜过的话 还有什么东西你胜不过 第三个环境没有摆放出来 没有 因为如果我一离开这个位置 我就没有工作了 我剩下这个工作 我必须在这个工作上面坚持 第四个 我询问过其他人 他们觉得你要不要再挑战看看 我的弟兄们给我的支持 我就去挑战 感谢主 我听见了 我顺服了 我挑战了 最后呢 感谢神 这个客户呢 非常喜欢我 顺时间我成为那时候 那个公司里面最红的一个业务 他们都觉得 哇 你搞定这个人 你厉害厉害 顺时之间 我本来成为一个菜鸟 我就变成一个 哇 好像有一点点这个尊荣威望的人 我在讲什么 我们听见神的带领的时候 你就要去做 你不要停在那里 莫等待疫苗 现在给他注写下去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祝福我的弟兄姐妹 祝福每个弟兄姐妹 他们在现在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东西 他们很担忧 他们觉得 不知道要不要做这个决定 主啊 愿你开启他们的耳朵 愿你开启他们属灵的眼睛 愿你让他们听见你的话 愿他们看见你的带领 愿他们所做的决定 是符合你的心意的 奉耶稣的名 我们要斥责魔鬼 在他们的耳朵 在他们心里做搅扰的工作 全然的离开他们 圣灵啊 愿你现在工作在他们身上 圣灵啊 愿你现在对他们说话 圣灵啊 愿你现在对他们心说话 让他们明白 他们就要去做 主啊 他们不要拖到 三年 五年 十年之后 现在就开始 听见你所吩咐他们的 现在就预备 无论他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都成为荣耀上帝人 奉主耶稣的名祝福 阿们 我们再继续看亚伯拉罕 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本地本族富家 有非常熟悉的土地 街道巷弄 有非常熟悉的族人 朋友 亲朋好友 阿公 或者是三姐公 有非常熟悉 亲密的家人 我爸爸的家 我们最困难的是 我们很难跨越 我们熟悉的地方 我们很难跨越 我们的舒适圈安全感 可是在这里 耶和华挑战了亚伯兰 离开这个地方 亚伯兰在后面 最后面他也提到 亚伯兰就照着 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要突破我们生命中的 这个恐惧 或者是困境的 我们要学会面对人的恐惧 并且跨出去就有机会 第二支疫苗送给你们 不是辉瑞 是催瑞 催瑞 这支疫苗要你催瑞 我们刚刚第一支疫苗 是叫你莫等待 第二支疫苗是催瑞 超越辉瑞 只有催瑞 超越辉瑞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想要拥有 从未拥有的东西 你就要开始去做 你从未做过的事情 比如说 你想拥有一个 强健的体魄 你就要开始去做 你从来没有去做过 比较有高强度的肌肉训练 比如说你想要拥有一个 很好的弹吉他的技巧 像我们刚刚猴子老师 他弹吉他非常好 非常的有 我很喜欢听他弹吉他 你不是说去买一个吉他 你就拥有吉他的弹奏能力 不是 你要开始做 你从来没有做过的吉他的基础的练习 你生命有很多你想要的东西 你从未拥有的 为什么你到现在没有拥有 因为你从来没有做过 你从没做过的 你永远在原地踏步 因为一个人他的行为改变 他才有可能生活改变 他才有可能生命改变 而行为从哪里来 从他的思想来的 一个人他的思想限制了他 以至于他的行为就在当地原地踏步 唯有一个人开始去跨出 原本他不熟悉的 开始去跨出他没有尝试过的 他的行为开始改变了 他的生活就慢慢改变了 他的生命就慢慢改变 而且最奇妙的一件事情 所有来面对恐惧 而且他摧毁的人 所有真正面对恐惧又摧毁的人 他们一旦踏出第一步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说 其实没那么可怕 而且你要开始思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件事让你这么恐惧 为什么做这个新的学习 让你这么恐惧 为什么在这个关系上面 你不做决断会让你那么恐惧 为什么在这个财务的投资上面 你会那么的恐惧 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 使我们恐惧的限制 我们就没有办法跨出去 当你真的认真去面对你的恐惧 先辨识它 然后你开始分析 如果我做了一个改变 它最好会变怎么样 最坏会变怎么样 你拥有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时候 你就有力量踏出去 最奇妙是你踏出去那一步 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在这边有一个老虎 这个老虎是在华盛顿DC的一个动物园里面 很有名的一只白老虎 如果我没有记住它的名字叫做 叫做Mohini Mohini 这是白老虎 它当时被关在一个三乘三平方的小小的铁笼里面 那这个动物园觉得它很可怜 就为它盖了一个全新的 很大的一个它的生活范围 很大很大 他们企图让它从这个铁笼放出来之后 让它重回重新得着那个野性 像一只威武雄壮的一个老虎一样 然后往前往后奔跑 结果很奇妙是当它被放出来的时候 这只白老虎就在一个草皮上面 用它的双脚踏出另外一个三乘三平方的区域 它就从此在那里定居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生命没有催泪的这个疫苗的时候 那个催泪需要完整的分析 到底我在恐惧什么 到底这个做下去改变之后会最好最差是什么 然后就踏出去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这样的一种 从神而来面对恐惧 跨出去的那种勇气 我们就变成这个白老虎一样 你知道老虎是非常威猛的 丛林之王 猫科动物里面体型最大的 甚至有人说老虎跟狮子打架 狮子还被它拔给 这只老虎因为被关太久了 它的世界剩下三乘三平方了 我们会不会被限制到在这个疫情底下 或者你其他的问题底下 你就一个三乘三平方的一个牢笼限制了你 弟兄姐妹 跨出去 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乐园 你可以打开那个牢笼 上帝的十字架也要破除那个牢笼 释放你的自由 你要勇敢的踏出去 你要勇敢的踏 如果你还是听不清楚我在讲什么 我讲一个我自己溯息的经验给你听 有一次我 不是有一次我常去溯息 我每次去溯息 人家都说 松牧师你好勇敢 你为什么敢从那个大很高的楼 两楼 两层楼高 三层楼高 四层楼高 从上面跳下来 跳到水里面去 难道我不怕吗 我怕你知道我跳过最高的目前 大概接近五层楼了 非常的高 然后我站在那个非常短 短浅的那个山边 我记得那天是在宜兰的金月瀑布 我带着弟兄们去溯息 最后一关就是大跳水 然后我旁边两个原住民小朋友 泰雅族的 站在我旁边 他就看着我 我看着他说 我说你要干嘛 他一声不响之后 我要跳水 不 他就跳下去 他身上完全没有安全装备 你知道吗 勇气会被鼓励的 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 我经过评估了 那个真的蛮可怕的 而且我会被跳不出去 就撞到下面的山脚 但是我经过评估了 我应该有那个能力跳远一点 第二个 那个水够深 再怎样掉下去都不会受伤 第三个我有穿防护罩 不是防护罩那叫什么 救生衣 所以我一跳下去 我完成了那个跳跃 我面对那个恐惧 我得到最好的结果 就是我享受在空中 自由落体的那种快感 撞击在水面的那个快感 然后从水里浮起来那种喜乐 我完成了一个挑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人生不就是如此吗 当我们在这个景况里面 现在疫情把我们牢笼起来 你可以选择埋怨抱怨 或者你可以选择没救 但是这个时刻 让我们学习 好好的听神的话 听见了 莫等待 开始行动 行动过程中一定会有困难的 一定会有恐惧的 一定会有挑战的 因为你不要想说 我想到一个方法 上帝叫我做这个事 我就可以去执行 然后都会很顺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不管你是基督徒 佛教徒 教教徒 忽利忽徒 所有人在执行 你所领受的 那个感动的过程中 都会有困难的 你不要讲什么 你今天早上起床 你像从你家要走到 你家附近买一个早餐 可能都有困难的 你可能性高采烈的 你要去买早餐 结果你家的电梯坏掉了 这是个困难 那个人好不容易走到那个 那个你熟悉的早餐店 你要点餐的时候 你发现你忘记带钱出来 这是个困难 我们人生充满了挑战与困难 但是我们有机会面对它 然后选择跨越它 然后你会尝到得胜的果实 所以第二个疫苗 催泪 给它催泪 OK 我们在这个状况底下 仔细听神的话 弟兄姐妹 我真的希望你听见神的话 无论在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关系 你个人的这个成长 听神的话 你听见了 就去执行 莫等待 然后 你在执行过程中 遇见挑战 遇见恐惧 遇见你不擅长的事 继续给它催泪 而催泪的根据是 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 因为神已经让我们明白了 这是神所指示的 所以我们就如此行 好不好为你祷告 请你低头 闭眼睛 主耶稣这个时候 我祝福我的弟兄 祝福我的姐妹 让他们拥有第二个疫苗 催泪 让他们人生 注射这第二个疫苗 主要让他们 在面对恐惧的时候 他们不是在原地 在他们三成三平方的 小世界里面 在那里自怨自爱 主让他们跨出去 让他们勇敢的跨出去 让他们选择一条 他们从来没有选择过 走过的路 但是就得到另外一个 最好的结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要祝福我的弟兄跟姐妹 父神的恩慈跟恩惠 现在借着基督 在圣灵里 充满在你们的里面 我奉主的名 要斥责所有恐惧 斥责限制你们成长的 限制你们踏出去的 因为这个疫苗 取得在信心里面 你们即将扩张 你们即将改变 我奉耶稣宣告 神与你们同在 阿们 阿们 我们继续来看挪亚 挪亚在创世纪第六章22节 挪亚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他到底在行什么东西 挪亚 这个故事我们很清楚 他在造一个很大的方舟 你对圣经应该有所了解 在挪亚那个时代 根本没有下过雨 所以他们没有看过 水从天降下来 所以更没有看过彩虹 而这个时候挪亚 他被神吩咐说 你要造一个方舟 你想想看挪亚在那个时候 其实他的条件 他的资源都是非常不足的 挪亚一家只有八口人而已 你要造一个方舟 那方舟造多久 一百年耶 多大的一个方舟 他们没有财团支持他们 没有大型的机具 就是全部都DIY 他们更没有舆论支持 因为所有的群众 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 挪亚你在讲什么 你在什么 什么叫做下雨 什么是雨 什么叫做水从天上掉下来 然后我们这会变游泳池 你在说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船 不是嘛 这是木头嘛 挪亚你们全家都疯掉了吗 你们在干嘛 这个时候可能有许许多多人 在议论他们家 甚至当时的BBC NCC ABC 可能都要去采访那个挪亚他们家 他们就说 记者所在位置 就在挪亚家的前院 你看到挪亚他们全家疯了 他们在造一个东西 他们听他们宣称会下雨 记者在这边访问挪亚先生 请问下什么是下雨 挪亚就说 这个雨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好 记者在这边得到一个确认 挪亚他疯了 可能这样在整个舆论 都在这样子说 整个挪亚四周人 他们都在取笑他们 你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 当挪亚听见了神的话 当挪亚开始行动的时候 他没有等待 他没等待 他催泪 可是来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了 他什么都没有 他也面对他的心魔 他跨出去了 可是他完全没有资源 就像你跟我一样 我们什么资源也没有 可是神 你要叫我做一个这么巨大的事情 我怎么办得到 你要叫我做一个 拯救世界的大船 开什么玩笑 我们有时候 在关键时刻 在我们人生 在面对突破的那个关卡 最重要的关卡 使我们退后的 不是仇敌 也不是困难 而是我们看见自己渺小时候 那种诈猛的心态 你对比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物 积淀就是如此 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 他说 我杀猛 我们很小 你看到在旧约里面 约书亚的十二个探子 十个探子说 相较于那些人 我们是杀猛 我们什么也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人生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突破难关 无法突破这个疫情 给我们的困境 不是我们没有听到神的声音 也不是我们不乐意行动 是我们发现 我就说要行动 我没有东西 我没有资源 我没有人脉 我什么也没有 我要做什么 但是挪亚他们不一样 挪亚坚定的相信 这是神要做的事 请你跟你左右两边的说 如果你左右两边没有人 对你自己说 神要做的事 他一定会供应 再说一次 神要做的事 他一定会供应 而且他不只供应 他一定完成 挪亚他们全家 面临一个极大的挑战 没有资源 没有任何的奥元 也没有任何的机具 甚至没有任何人支持他们 但是他们却靠着无比坚定的信心 他们突破了 他们完成了 这是第三支疫苗 我们要来学习的 就是盘点资源 启动最小的可能性 这个疫苗 第三支疫苗叫AZ 就是A to Z 我们已经学到三支疫苗 第一支疫苗 当你听见神的话 在这样的紧迫的状况里面 你要跟神祷告 神会告诉你 给你一个带领 这时候你要默等待 立刻的去回应顺服 第二个 当你陷在一个困境里面 一个恐惧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有信心 给他取垒 第三个疫苗 你要在你的四周围 盘点A to Z 启动最小的可能性 你生命中上帝已经摆放了 许许多多A to Z的资源 挪亚就是如此 他没有依靠其他人 他依靠上帝 还有他四周围的资源 就是他的八 这个一家八口 一起劳动做这个事 还是把它完成 在荧幕上面 这个人 他叫做Robert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 非常斜杠 他又是制片人 也是编剧 也是剪辑师 也是摄影指导 也是个演员 也是个配乐师 基本上他是个全能的一个人 非常厉害 他念大学的时候 一边打工 一边存钱写他的剧本 他为了要存钱 他甚至还把他身体拿去做人体实验 为了赚钱 在国外有很多这种 可能新的药品 或是什么东西 他去做人体实验 一个人有梦想 他就催了 他真的催了 然后呢 他累积到七千块美金 七千块美金其实没多少钱 结果他用七千块美金 拍出了一个电影 就是他写的那个剧本 七千块的美金 结果呢 被当时的电影公司呢 发行 这个电影叫做杀手悲剧 悲歌 结果卖出了两千万美金 这是几倍啊 吓死人了 七千美金 卖出了两千万美金的家机 甚至呢 他这部电影被金世界纪录 评价为史上制作成本最低的电影 他怎么办到呢 他就是善用第三个疫苗 A2Z 他把盘点他所有的朋友 A2Z Alan 或者是Brian Chris 还有Donna 或者一直到Z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把这些朋友拥有的资源 把它写下来 比如说他有一个朋友 一个农场 那个农场就成为他电影的开场 比如说他有一个朋友 有酒吧 他就用他的酒吧 拍了一个枪战的场景 比如说他有一个朋友养乌龟 他就把那乌龟也拍进来 增加不同的这些的 画面的这个精彩跟灵活度 这就是善用资源 盘点资源 用最小最小的 用最少最少的资源 拍出最巨大的胜利 这是上帝要使用他的百姓 来做的一件事情 以小及大 最经典的故事 就是大卫大战哥利亚 小小的大卫 击败了三米高的哥利亚 Robert他也运用了上帝的智慧 盘点的资源 启动最小的 我们要叫你拿 头到七千万才开始拍电影 他七千块就开始拍电影 我们有太多的excuse 我们太多的埋怨 以至于我们听不到神的话语 我们没有办法 听到就莫等待 我们有太多的恐惧 我们有太多的想法 以至于我们一直拖延 让我们停留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 Treeway 我们有太多的焦点 我们有太多的想放弃 以至于我们没有看到上帝摆放在我们生命旁边的A to Z 我在教会服事特别有这种感觉 很多人认为说IM一定有非常先进的设备 然后我们的人一定都是超级专业 No 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我 我们都是A to Z 我们都是小角色 我们甚至不是大A 我们是小A 我们是小写A 小写B 我们连大写A都不算 但是我们这些乌合之重 现在已经不是乌合之重 我们起初是 我们在那边练习 今天在这边一起同工的摄影师 我们的音响师 我们字幕同工 全部都是我们从什么都不会慢慢训练起来 包括我们两位 我们乐手老师 都是上帝给IM行动教会的A to Z 包括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的你 你知道你曾经跟我同工 现在也在同工 你都是上帝摆放在我们当中的A to Z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看到你旁边的A to Z的时候 这些资源你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是丰富的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是彼此相连 彼此供应 彼此支持的 我们是A to Z 我今天特别喜欢今天的敬拜 我刚刚跟齐老师 还有侯子老师想说 我感觉到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我们是牵手在一起 我们三个ABC被神使用 用最小的状态带出上帝的奇妙的敬拜 我在讲什么 弟兄姐妹 有三个疫苗你一定要学会 第一个莫等待疫苗 它是从莫等纳转化过来的 听见就做 别等到花儿也谢了 听见神的声音非常重要 第二个趋励比辉瑞还厉害 绝无副作用 面对恐惧跨出去最后的机会 第四个超越AZ的A to Z 看到你旁边的资源盘点它 然后启动最小的可能性 千万不要小看你旁边所有的那些人事物 你不知道神怎么组合他 带出极巨大的一个成功 所有很莫名其妙的成功 都是那些最小的A to Z 集合在一起的 求神帮助我们 你可能会问牧师 你怎么那么 你怎么拼心 有没有等待 有催略有AZ 怎么没有教生 有 弟兄姐妹 有一个比教生更厉害的 叫什么 永生 永生疫苗 我告诉你 尤其我告诉你 来来来看过来看过来 永生疫苗只要煮一次就好了 其他都要两次 两次代表什么 莫等待 催略 A to Z 是你每天都要住 你要一直住 一直住到见耶稣为止 但是 这个永生疫苗 你煮一次的话 你信耶稣那天 永生就在你里面了 一个人永生的人 他不会等待浪费神的恩典 一个永生的人 他不会恐惧 他会趋劣 一个永生的人 他会看到所有的AZ 都成为他的资源 成为他的帮助 成为他的机会 而这个永生从哪里来 从耶稣基督的救恩来 然后所有信耶稣的人举手 你们已经有永生的疫苗了 罪必不能成为你的主 魔鬼必不能胜过你 世界必不能掳掠你 老我也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奉耶稣宣告 有永生疫苗的人 即将进入到神的 丰盛的应许里面 在永生里面 听见莫等待 行动趋劣 并且他带着极美好的眼光 把AZ 集合在一起 启动最小的资源 但这必定带出最大的一个胜利 奉主祢祝福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祝福你 我知道你现在在疫情里面 你很紧张 怎么办 接下来工作怎么办 我有机会吗 我还能怎么样吗 不要被这些东西吓到 不要 你要对他说 撒旦 我不害怕你 你无论透过什么来挟制我们 我有永生疫苗 我有莫等待疫苗 我有崔润疫苗 我有AZ疫苗 我必定可以走出兴局 我再次祝福你 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 你需要的所有疫苗 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合成在一起了 而且这四个疫苗 可以混打在你的身上 没问题的 越打越有属灵的抵抗力 越打所有的疾病 罪恶在你身上 特别是罪在地上 必不能做你的王 我再宣告罪不能做你的王 哈雷路亚 如果罪不能做你的王 谁要做你的王 就是那位恩典的主 恩典必借着义 做你的王 领受恩典吧 弟兄姐妹 请你站起来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弟兄姐妹 我要宣告 罪不能做我们的王 因为在永生疫苗里面 我们有莫等待 我们有崔瑞 我们有AZ疫苗 在基督耶稣里面 全部借着信 施打在我的里面 罪不做你的王 十字架击碎 所有罪的能力 现在我要祝福所有人 恩典 借着义要做你的王 你无法抵挡那个恩典 如洪涛洪流一般 涌向在你生命里面 涌向在你生命里面 我要祝福你 当这个事件 遇见很多困境的时候 你不是不会遇见 但是你遇见 你会站得住 然后你可以继续趋裂 你可以继续AZ 你可以莫等待 然后你会突破 至终你会站在得胜的那一方 奉耶稣之名祝福你 所有死亡 下沉 恐惧 灰心 沮丧 从我弟兄姐妹上全然的离开 因为恩典借着义 要做你们的王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请你按锁在你的额头上 我宣告恩典借着义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义 做我们个人的王 做我们家庭的王 做我们教会的王 做我们社会的王 我们奉耶稣的名领受 领受极大的恩典 谢谢主耶稣 这样祷告奉告耶稣的圣名 阿们 哈雷路亚 感谢主 我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 我感觉到神要继续释放我们 我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兴奋 我觉得今天这个疫苗 要来拯救你 要拯救我 哈雷路亚 我要在永生的疫苗里面 我要在基督耶稣里领受 带来重新生命 耶稣 唯有你 谁让星空降临 等我黯然进入 天美梦境 耶稣唯有你 谁供应我丰富生命 谁看顾了我所需 谁会与我同行 我成长度过且经历 耶稣唯有你 耶稣唯有你 我高举双手 阳神歌唱 一生年日一生成败 一切所有 将我的生命 我高举双手 唯有你陪的耶稣唯有你 耶稣唯有你 谁看见我伤痛 我高举双手 我的天颜唯有我 孤阳神歌唱 所有一念定在 十字架上 耶稣唯有祢 耶稣唯有祢 让我们高举手 我高举双手 阳神歌唱 一生年日 一生成败 一切所有 耶稣将我的生命 完全全上 宣告祂 唯有祂 唯有祢陪的 耶稣唯有祢 高举手 敬拜耶稣 我高举双手 阳神歌唱 一生年日 一生成败 一切所有 将我的生命 完全全上 唯有祢陪的 耶稣唯有祢 唯有祢 耶神 唯有祢 唯有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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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祢 耶稣 圆神 耶稣 耶稣 祢是我的力量 祢是我的高台 祢是我的盾牌 好不好 只有你请拜 耶稣 祢是我的一切的一切 祢是我生命的中心 没有人能够走祢的美丽 耶稣 我告知祢 告知祢 告知祢 好不好 这时候继续地来敬拜 耶稣 我的心向祢歌手 哈利路亚 祢在宇宙的宝座 祢是我的赞美和一切的呼求 耶稣 哈利路亚 天上地上地下 还有沧海所有的一切都向祢歌手 耶稣 向祢歌手 耶稣 哈利路亚 因为祢是荣耀的宿 祢是荣耀 祢是荣耀 哈利路亚 祢认祢 好不好 行来敬拜祂 高舉你的双手 哈利路亚 我高举双手 阳神歌唱 一生年日 一生成败 一切所有 有 将我的生命 完全写上 唯有耶稣陪的 唯有祢陪的 耶稣 唯有祢 我高举双手 阳神歌唱 一生年日 一生成败 一切所有 将我的生命 完全写上 未来悟惊 唯有祢陪的 耶稣 唯有祢陪的 耶稣 唯有祢陪的 主啊 我有祢配的 主啊 愿今天这个信息 释放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知道你里面有很多忠感 我知道你今天有恐惧 好不好 我很愿意再为你们祷告 我很愿意再次求主释放我 好不好 你按手在你的胸口 不是只有你有问题 很多时候牧师也在我的困境 在我的牢笼 在我的恐惧里面 我不是在对你说 我也在对我自己说 主啊 请你对我们说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跟我一起开身祷告 求主今天断开我们所有 心中恐惧 拖延 不信 放弃的这些念头 让我们继续前进 让我们带着 莫等待 崔瑞 A to Z 在永生里面前进 我们同声开口祷告 主耶稣 我祷告主啊 愿今天这样一个突破疫情的疫苗 在孩子的心里面 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 主啊 现在开始运作 圣灵啊 愿你运作 圣灵我相信没有人可以拦住你 没有人可以拦住你 没有人可以拦住你 没有人可以拦住圣灵的工作 奉主耶稣 宣告主啊 那些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牢笼 所有那些破碎 所有的恐惧 所有限制 主啊 在我们身上全然的脱落 主啊 让我们预备自己 在这段时间预备自己 祷告 祷告从你来的智慧 预备自己 谈点所有我们的资源 以至于主当那天到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脱颖而出了 奉耶稣的名我 祝福弟兄姐妹 所有弟兄姐妹 身上的牢笼全然断开 全然断开 谢谢主耶稣 赞美主耶稣 盘点我们手上的资源 A to Z 在永生里面前进 前进 前进 主啊 因为祢是我们的唯一 谢谢你 赞美主 哈喽了 我感觉到神在释放 我感觉到神在释放 我感觉到神在医治你 听了一段时间 说主啊 释放你 医治我 主啊 谢谢祢听我们的道理 主啊 谢谢祢在我们 与我们同在 谢谢祢 谢谢祢的话是信实的 人纵然施行 但是主 祢永远不会施行 祢要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赞美主 哈喽了 谢谢主 哈喽了 谢谢主 赞美主 好 帮我们继续在这个恩膏 延续下去 好 请大佛牧师带领我们来剥饼 好不好 请你预备好 请大佛牧师来带领我们剥饼 我们一起来领饼杯 我们一起来领圣餐 此路保罗说 这原事我从主所领受的 就是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耶稣拿起饼来 耶稣拿起饼来 注谢了锅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耶稣为你们神 为你们神 在那最后的晚餐饭后 耶稣照样也拿起杯来说 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 你们以后每逢吃的时候 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为的是 纪念我 纪念我主耶稣基督 无论你在家里的哪一个地方 跟我们一起预备简单的饼和杯 用苏打饼干或者用葡萄汁 我们可以一起来领着圣餐 用祷告的心 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我们来到祢面前 我们祝福这饼祝福这杯 主啊愿祢借着饼杯 复活更新的能力 在我们里面催泪 让我们里面带出勇气 带出信心 破除一切的恐惧 破除我们生命里一切的牢笼 主啊祢也成为我们的资源 祢为我们破碎的饼 就是祢的身体成全了我们 供应了我们 主一中的灵魂身心灵 在祢里面得到供应得到力量 主我们不是缺乏的 我们在祢里面是凡事都有 谢谢祢耶稣 赞美祢耶稣 我们一起用信心来领着饼 喝着杯 我们一起来吃 谢谢祢耶稣 赞美祢耶稣 主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 因为祢 把身体剥开 因为祢为我们留下保血 我们才有可能有永生的疫苗 从罪中得释放 我们才有可能 在主的恩典之下 莫等待回应祢的带领 才有可能在我们行动中 面对恐惧趋劣 才有可能在各样的缺乏中 却拥有最小 却启动最大的身体 谢谢主耶稣 这一些都是祢的工作 赞美祢 哈利路亚 赞美祢 谢谢祢爱我们 谢谢祢拯救我们 谢谢祢现在还在移植我们 主啊 谢谢祢珍惜爱祢的同在 珍惜爱祢的同在 谢谢耶稣 好吧 这时候我们要收取奉献 每一个领受神恩典的人 他都会有一个回应叫做奉献 你可以看到我们小编 有贴出一个奉献的方式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你也可以用ATM转账 你也可以用刷QR Code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 如果你是看到这个视频 但是你还不是基督徒 还没有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名下 请你先不要奉献 因为在I AM行动教会 奉献是我们的敬拜 是我们家里人的事 第二个 如果你是基督徒 并且你已经拥有自己的教会 你只是看到这个视频 看到这个直播 请你也不要奉献 请你把你的奉献 奉献回你原本的教会 因为你的教会也有奉献的需要 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需要 特别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知道弟兄姐妹很辛苦 教会也有一些的挑战 所以请你把你的奉献 奉献回去给你的母教会 如果你是I AM行动教会的会友 或者你是在网路上面 但是你没有固定的聚会 你认同I AM行动教会的福音策略 你愿意一同成为同工建造教会 我欢迎你这个时候就来奉献 虽然是一个非实体的奉献 但是我相信那个奉献的心 跟那个感恩 跟那个敬畏是一样的 好吗 我们一起来奉献 请你预备好你自己 不是谁点点或者不 这个划波是一个奉献 跟说主啊 这是要归给你的 愿意愿意 听我的祷告 再奉献出去 好吗 带着一个奉献的心 向我们的主回应 向祂感恩 向祂敬拜 我高举双手 我高举双手 揚声歌唱 一声年轻人 一声年日 一声成败 一切所有 一声成败 一切所有 我高举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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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我感谢祢 永生疫苗 莫等待疫苗 催泪疫苗 A2Z疫苗 让我们带着这些疫苗 直奔永生的道 感谢主 主耶稣 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 祝福他们 也祝福我自己 我们何等的软弱 我们常常远离祢 偏离祢 愿我主耶稣基督 用祢的赤身爱手 绑住我们的脚 绑住我们的手 使我们成为祢爱的奴仆 跟随祢 直奔永生 谢谢耶稣基督 我亲爱的主 将一切荣耀送赞归给你 祷告奉靠 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Amen 啊 感谢主 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位 愿神透过这个信息释放你 鼓励你 激励你 如果你有被鼓励 你有被激励 记得跟我们说 有时候我们也需要 你们的鼓励跟激励 得到鼓励跟激励 愿神大大赐福你们 好不好在Zoom上面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分组 我们后面有彼此的带导 我们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小编会引导你们 如果你还在YT或者Facebook 你想加入在我们的Zoom 你也可以加到Zoom里面 我们Zoom里面会后都会有分组 愿神与你们同在 平安 我们下礼拜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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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